我们打个比方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过这个经验 我小时候常常到山里面去玩 山里面去玩呢 要小心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 草丛里面可能有蛇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树丛里面呢 可能有动物 或者是有什么生 一个坑啊这样子的 现在有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草丛里面有没有蛇 你去玩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对对对 你会拿一根什么 棍子嘛对不对 然后就去打着草 嘻嘻双双双双双双双 你希望那蛇听到你的声音 它就走掉 假设你看到前面有个地方啊 里面有很浓密的这个 像说芒草啦 那你要走进去之前 你会怎么样 或者是地上有蛮深的草 你要走过去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不会直接就把它踩过去 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你总要拿一根棍子下去嘟一嘟啊 OK 看一看 里面有没有深的东西 我们呢 有些时候呢 会碰到一个黑黑的洞 其实像我们后面瘦山呢 很多很深的洞哦 之前呢 我有好多学生呢 不是我们物理系的 他们喜欢到那边去攀岩 那个叫什么 也不是攀岩 他就进入到洞里面去 他洞很深 然后就带着绳子 这样慢慢的沉降下去 常常我们不晓得多深 你会怎么做 假设有个井 你不晓得它有多深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对 你会丢块石头 然后跌跌里面 有没有声音 对不对 这些呢 就是类似我们今天要讲的skate OK 我这边呢 为了让大家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样了 我今天会举几个例子 OK 各位看看我手上有颗什么 乒乓球 对不对 乒乓球 OK 假如说我们呢 所在的教室 你只看得到你自己 旁边那都一片漆黑 你都不晓得里面是什么东西 好像进入抑郁一样 OK 那你会怎么办 我们就拿一颗球 试试看 哦 我们听到一个什么 很清脆的声音 然后这颗球弹回来 对不对 OK 那你就知道撞几道的东西 大概是什么 对不对 哦 我再打这个 它会弹回来 好像力道没那么强 声音不太一样 对不对 我再打上面 你就发觉 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 对不对 OK 我太久没有打乒乓球了 接都接不住 假设呢 哎呦 你看看 我现在丢在这个荧幕上面 它弹都不弹 你说这样子能够干嘛 这样子能够干嘛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我现在带电脑来的意思 就是要讲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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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个投影机的输出 我怎么输出到外面 我要输出投影机 但我不晓得这个要怎么做 要按哪一个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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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是这样子啊 对 这里 OK 好 谢谢 那这样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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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又给大家看看几个好玩的东西 我们做的只是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把这个颗粒啊 丢到我们想要探测的地方 然后看看它发生什么事 它到底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information 我们呢 我们呢 在大学的时候学过最简单的就是Rosever的Sketron Compton Effect 对不对 等等的这些 我们都可以知道 但是呢 我们看看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brent 把它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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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木牌 把它撬出来 不要坚持片 Somebody灯出去 先出發音 沒有,這個是... 這是這個 這個你現在是變成這個 不是,我們把它弄成這個 它是變成這個 你現在是變成這個 它是現在 對,沒關係,我看到 我變成它的四圈能量 這沒有辦法有輸出 沒有沒有 跟那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輸出 沒有關係的輸出 但是他這邊有輸到這邊來 不是 對這個可以到這個來 你可以到這個監視器 但是你沒辦法輸出 這可能就輸出來了 不需要不需要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通 現在出來了 OK 這是內置電腦 對這是內置電腦 但我的是要外界電腦 剛剛已經有了 喔這樣子是嗎 那這裡有出槌了 你看 你看 喔 所以它裡面接錯線 不知道 OKOKOK 好來我們來看幾個好玩的東西 好不好 嗯 嗯 哇 不在這邊 在我的 遠端電腦裡面 好 沒關係 腳正沒有我待會再把它抓下來 好嗎 好 好 喔 好 喔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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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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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連線好像都連線不出去了 好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概念呢 是這個樣子的 我先照照看 對不起對不起 這個實在是電腦 完全不聽我的指示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想研究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各位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假如說呢 我現在有個薄膜 我要長個薄膜 下面是基板 現在我們所有的IC什麼都是長薄膜 然後我把東西疊上去 有好幾種方式 其中的方式就是把亂七八糟把它疊上去 OK 疊得一點規則都沒有 所有的原子疊來疊去 這個叫做非菁體 另外一種就是撒上去呢 它自己會成長 但是長的方向各自不一樣 比如說這一顆長的跟這一顆長的就不一樣 它都是重量材料 但是呢 好像說我們把所有的同學通通都堆在我們這班上 有的人是站著 有的人是躺著 有的人是靠著 每個方向都不一樣 這個叫多金 有一種呢 就是怎麼樣 下面是怎麼樣 我就跟著它長怎麼樣 就好像蓋房子一樣 下面柱子是門的這麼寬 我上面呢 就是跟門一樣的寬 那問題是怎麼樣 不是每一個東西啊 都這麼順利的 比如說呢 比如說呢 假如說 我底部的房子 我底部的根基是這麼大 結果上面要疊上來的是這麼胖 那發生什麼事情 它能不能疊得很好 可能不容易喔 你要記住喔 你不要把它看作一個方向 你把它看成原子的原子當中有間解 它要跟下面有間解 所以這個要疊上來不容易 所以常常啊 在某一種狀況下面 特殊狀況下面 上面會受到下面的影響 整個被縮小 這一縮小之後呢 它就要排列展示 但問題是 它自己喜歡這樣子 它下面喜歡這樣子 你告訴我 一直疊上去 一直疊上去 第一層之所以會變形 是因為下面的影響 那你告訴我 第一百層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還會不會聽最下面這一層的指令 可能就不會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怎麼樣 它就要釋放 釋放掉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下面一百根柱子 釋放掉之後上面可能只剩下八十根柱子 你告訴我二十根柱子跑去哪邊啊 它會怎麼樣 它就會到了某個地方 就沒有柱子 對不對 或者是相反 下面比較小了 然後你還長比較大 那就完全不想下面有八十根柱子 到了一百層之後變成一百根柱子 那你告訴我 多出來二十根從哪邊跑出來 當然就要從中間跑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怎麼知道 哪邊有哪邊沒有呢 OK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面啊 我先看一下我們到底連線了沒有 好像都不行 OK 好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變成一個一個做法 我要拿著顆粒去打 所以我現在呢 隨便調一個呢 demo的程式出來 OK 這個呢你到它網站上面去demo 它會給你三十天的試用期 我們隨便找一個 有網路線嗎 哦 OK 但是網路線怎麼接 從這邊接上去一下 OKOK 幫我解開來一下 好 不管它我先把它弄進去 好 我現在丟到一個東西 哇 為什麼不行 我再開另外一個 這個好像有問題 是不是 好 這個是我們的材料 我先把它殺掉 把它重新飆 我給它一個 這樣子 比如說這是個晶體 假設它排列整齊 我從某個方向看進去 你看看 是不是原子核只有少數幾個地方 有耶 其他都是大的空間 假設我現在呢 讓它呢 稍微轉一個小角度 你告訴我 它現在是不是變成空間很少 對不對 所以假設呢 所以假設呢 我現在拿一個球 把它丟過去 就發生什麼事情 很容易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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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彈回來 對不對 但是假設我把它排列的整整齊齊的 終於不聽話了 排列的比較整齊一點 各位可以發覺一件事情 它空間變得很大 而且不要忘掉 假設我現在顆粒是從左邊打上來 從右邊打上 我撞到這顆跟撞到這顆 輕重緩急一樣嗎 不一樣 假設 這顆很重 是不是好像平方就撞到前面 啾一聲 很強的反彈 假設這顆很輕 我撞到它 是不是好像撞到顧目一樣 很輕的反彈 對不對 那麼在這種狀態下面 你本身 我單單丟這個顆粒 從它的反彈呢 就可以知道這個 的組成 到底是 有什麼東西來組成 我這樣子就可以 判定出它的成分出來 不只是這樣子 我還可以從它穿碎 打進去 容易跟不容易 來分辨它一些特性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邊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三色的 的數據 各位看看喔 我們現在呢 把我們的顆粒呢 以很高的能量丟進來 假設能量在這邊 我就開始丟進來 丟進來之後呢 我這個材料裡面呢 有時候它有很多種成分 它打到第一個材料的時候 哇 反彈的能量很高 這是能量 那我就從它反彈的能量 就可以知道這個是誰 這是硬邦邦的 哇 好重的藍 然後再一個呢 比較輕的反彈 我就知道 這是在表面上 比較輕的這個材料 叫做4 OK 那我就可以從這邊知道 它的成分 然後呢 一直反彈 能量越來越低 藍為什麼有這麼多反彈 因為有的是在內層 你顆粒進去要消耗一點能量 彈出來需要消耗一點藍量 所以呢 它能量就越來越低 你就可以判斷得到 我這個薄膜到底多厚 OK 當然 我做這個掃描的時候 是把它轉到一個很混亂的角度 所以呢 大部分會反彈 我才看得到訊號 然後我又故意把它轉到一個 什麼樣 大部分可以穿過去的訊號 就在這邊 你就發覺 因為它沒有反彈了嘛 所以大部分都穿進去了 你看看表面有一點點反彈 有沒有 為什麼表面有一點點反彈 常常表面啊 圓子 你在見解的時候 裡面它都抓得很緊 那表面這顆紙跟裡面抓 那你告訴我 它另外一隻手要幹嘛 常常之後 大家再抓一下 結構就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了 所以表面會有一些表面的特性 但是裡面呢 你看就很小 本來這邊 打回來散射這麼大 到了薄膜裡面一點點呢 反射回來的很少 很小很小 你就知道它一下子就貫穿 但是越裡面反射的越強 就代表越裡面它越亂 越裡面它越亂 越裡面它越亂 這邊有兩個薄膜 兩個不一樣 另外的薄膜是這樣子 從外面擺得很混亂的時候 打起來大家都差不多 看到沒 都是差不多這麼厚度 然後呢 都差不多這樣子上去 但是我把它排列很整齊之後 這個表面反彈的好厲害啊 越裡面反彈的越小 越裡面反彈的越小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兩個薄膜的排列方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去做個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也是用電子下去 射它反彈的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它 好多白色的線條 每一個線條就代表著 它這個柱子上去啊 會有沒有對陣的地方 會有沒有對陣的地方 結果呢我們把白色越多 就代表沒有對陣的地方的越多 結果發覺這種材料 這個是表面 這個是基板 OK 然後這個是薄膜 我們發覺呢 表面排列的滿整齊的 有一點點朝上 有一點點朝上 裡面呢 排列越來越不整齊 越來越不整齊 越來越不整齊 這就代表著一件事情 這個材料呢 當它要變形貼在這個上面的時候呢 它只要厚一點啊 它馬上就鬆弛掉了 速度很跨 馬上就鬆弛掉了 OK 那麼這個材料不一樣 你看看白白的大部分都在表面 裡面呢還滿整齊的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膜膜的受到這個基板的作用 它變形的時候怎麼樣 一開始完全按照你變 之後它就開始有點反抗 但反抗不激烈 意思意思就好了 然後就維持這個感覺 等它距離你表那個界面 越來越遠的時候 到了這邊 突然間大幅的鬆弛 它整個呢 就跑掉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這兩個膜膜 它在成長的時候 一些特殊的行為 我們就可以解決掉這個 我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的問題 這個完全靠什麼 完全靠探索 好 我再看看我的 遠端電腦能不能進去 再試一試看 再試一試看 假設不行就代表我的電腦打開來 我要上去再重新 哦 有了 OK 我們來看一個 也是一定很好玩的 好久以前呢 大家試著要在這個材料裡頭 把它從P型做成N型 所以呢 比如說這個材料 一個藍蒙羊的材料 它裡面要加入一些東西把它變成N型 大家都知道 你加入一個電子含量B 它要多的 比如說它是三架 我加一個四架的 它就會變成N型啊 所以大家就拼命加 哇 全部都做出來了 好高興啊 結果後來呢 發覺當你把P型N型疊起來 去做成原件的時候呢 做不出來 所以呢 大家就在思考 發生什麼事情 我才到做出來了 接在一起 卻沒有這個特性 對不對 那這個就很奇怪啊 那我們就開始研究 就發覺一件事情 以前做的呢 十幾年來的研究啊 全部都是錯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 它加進去的東西 並沒有相當想的進入結構 OK 我們看看這一張 這一張的材料是這樣 假設我們用電子顯微鏡 下去看的時候 這些材料呢 全部都是同樣的顏色 你只看到它的形狀 一顆一顆 因為我混合成整塊的 我把它剝開來看 看不出所有人 但是我們說它分解了 我們怎麼證明它分解 我們就拿著乒乓球 就開始往上電 但是這次要看的不是 被撞擊到這個東西的叫聲 好像放出的第二色的電子 一樣 我們要看的是我們 丟進去這個電子 反彈回來的 的訊號 結果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重的東西 打到牆壁 啪一下就反彈 打到清了呢 幾乎不再反彈 我們就用它反彈的程度 來當作明亮度 結果我們一看呢 就發覺 哇這個材料 馬上就可以分出三個成分 一個很白的 一個很黑的 一個是灰的 很白的呢 我們閉著眼睛想就知道 這裡面最重的是誰 C是誰 C是誰 我們家的誰 結果呢 我們用單點的偵測以下 去打牆壁的成分 你看果真就是 黑的是什麼 最輕的 這裡面最輕的就是 養胖 就單點的偵測器一打 果真是養胖 那這個灰灰的呢 佔一大部分 可能就是我們以為有的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不曉得它有沒有進去 所以我們經過長時間的偵測 花了一大堆的錢 做了很多標準樣品之後 發覺它果真有一點點進去 這個進去度有多高 不知道 但是有 它只有一點點 當初我們希望加30% 結果一做了結果 它告訴你根本就沒有進去 假設按照我這樣來看 只有進去1.7% 而不是30% 難怪他們什麼都做不出來 所以呢 單單用這種散射的方式 就讓我們很快的這張圖 就把所有概念 全部都確認下來了 確認什麼事情 過去十幾年的實驗都白做了 發表那個幾千篇的論文 都白發表了 聽聞裡面絕大部分都是錯的 那應該怎麼辦 讓你走 讓你這裡有另外的概念 所以我們從這幾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 散射是很powerful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們在宗旨裡面的散射也是一樣 OK 就好像剛剛有一張圖 就好像這張圖 我們發覺散射的子彈呢 可以用很多種子彈 我拿一張子彈 OK 比如說我們用電子來打 電子來打的時候呢 我們發覺打到很重的東西 反彈的很厲害 因為感覺上 你怎麼知道他反彈很厲害 我們用什麼方式來表達呢 因為電子去打到一顆東西啊 它並不是顆粒對顆粒這種 Hot sphere的Skater 不是耶 它是兩個 健電力的什麼互相排斥 對不對 所以呢 當你很重的東西呢 哇 外面電子雲一大票 電子打進來 當然先跟電子雲作用 所以是電子雲多的戰勝 對不對 電子雲我多到不得了 打進來就反射 結果我們感覺上 那反射前面超級大 這個越大顆就是反射的越厲害 越近呢 到癢呢 嗯 一點點耶 比癢來的小的呢 鵬呢 駭呢 看不看不看 假設我用S光 S光是電子輻射 電子輻射進入到材料裡頭 跟誰作用 最主要的作用是什麼 是電場跟著你的電子雲作用 所以還是電子雲 所以呢 他們兩個蠻像的 當你電子雲越多 我越容易散生 電子雲越少 越難散生 所以這樣一來就麻煩了 假設你今天是做液晶 那你怎麼看到裡面的結構呢 你怎麼看到裡面的結構 真的猜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怎麼猜 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X光猜 但是發覺你 你已經沒有很多氧 很多氫 很多碳 抱歉 這些都很難看得到 那相當於你要去研究個東西 你看不到他 你要娶一個太太 你就會看不到他 他用個照射黑色的照射 全身看起來半透明的 好 對不對 那 那就很麻煩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有另外一種叫做中子 它這個子彈呢 是中子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中子有個特色 它戴不戴電信 不戴電信 所以他穿過電子雲的時候有沒有作用 不太有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中子這麼胖 一千八百多倍耶 你想想看 假設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突然間前面有一頭大象 他的體重是我一千八百多倍 向我跑過來 不小心踢到周小老師 頂屋我就彈開來了 對不對 他有沒有感覺 他沒感覺啊 啪啪啪啪啪就走過去了 最後是我扁掉 對不對 所以他跟電子雲沒有關係 最後要有關係的是誰 他要撞到原子盒 而且要真正的碰撞 而且因為原子盒裡頭的作用力很短 所以他就好像鋼球的碰撞 有點像 所以基本上呢 不管你是重一點 重一點當然大一點 對不對 因為呢 我這個很重的 原子盒也很重 但這個氧呢 那原子盒也不輕啊 因為重點是中子只有一顆 一堆一呢 我可以打撞球的時候 可以定竿 球看 然後我定起來 所以我照樣看得到氧 那麼我們用中子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多你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好處 而且他還有個好處啊 假設你用光紫或者是電子 你去看這個表面的時候 看你的材料的時候 這個表面看得到 為什麼 因為所有材料 我們剛剛看的原子跟原子的空間 當中啊 並不是完全空的 中間都布滿了電子雲 只是電子雲很稀疏而已 但是假設你的作用就在電子雲 你根本就穿不下去 你只看得到表面的一點東西而已 但是中子不一樣 他完全看不到這個空間 他一路往內鑽 所以他可以看到材料很深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用這個做實驗的時候就很方便 像人家那個 做飛機鍋輪啊 那個 Termine 他不曉得上面有沒有硬力 有沒有什麼地方焊接的時候出現問題 他把整個鍋輪就搬上去 幾十噸重了就把它搬上去 直接中子就打 打完之後就看他的膳水 而且中子還有一個作用 是其他很難做的 目前比較難做 但是已經漸漸做到 中子本身有自選 你說電子也有 光也可以把它弄成自選的 對不對 旋轉的 但是中子的自選呢 很明確 因為它沒有電的作用 所以假設你這個材料 本身是有磁性的 他很容易看到 這些比較困難 不是可以讓 但是比較困難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 同樣的一顆乒乓球下去丟東西 同樣拿一個石頭下去丟東西 也變成你手上的是什麼石頭 你可以是中子 可以是光子 可以是 電子 你怎麼去看待它 就有各樣不同的理論來看待 OK 那這個對我們重不重要 對我們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假如說我們沒有這個技巧 我們完全不曉得這個材料裡頭 發生了什麼事情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對這個部分 給一些很基本上的介紹 OK OK 為什麼不曉得 為什麼不曉得 OK 曉得 好 我們呢 現在就來看看 先看 五點 這個部分呢 大家應該很有感覺 因為呢 在理論力學教過 在量子物理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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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假設呢 我們這邊有一顆栗子 這個栗子你先不管它 然後我從外面打入一顆栗子 這個栗子呢 跟它的距離呢 這個栗子呢 叫做D 因為這個栗子要往這邊打過來 打過來之後呢 這個栗子啊 它以這種軌跡 散射掉 假設這邊的角度叫做Theta 那麼我們就做幾個定義 第一個 這個栗子打進來的 這個對象 我們叫Skitar Center 你會造成散射的中心 當然你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雜質會不會 會 原子核會不會 會 第一個要先看你是什麼子彈 還有什麼特色 我們才知道裡面的狀況 但是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打進來的參數是什麼 我距離這顆的Skitar Center 中心點的距離的話 這個叫B 我們把這個呢 B呢 給個名字叫做Impact Parameter OK 那麼 Parameter改變的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 這個就跟撞球一樣 假設B等於0 那就是Head on Head嘛 頭對頭的這個碰撞 對不對 你要是很重 就像剛剛一樣 啪一下就彈回來 我是質量一樣 我打進去 我可以發生定桿的作用 結果我打進去的東西 停在這邊 這個質量中心被我 啪進去了 OK 要是打得很重很重呢 我可能呢 就把這個直接都敲進去 甚至於我這顆的栗子 直接就跑到裡面去 對不對 OK 都有這些狀況 但假設我偏一點點角度 我就可以這樣散射 所以這個Skitar呢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Skatering Angle Skatering Angle 好 那麼現在我們很想要知道 就是說到底這個Skatering Angle 跟B當中有什麼關係 隨著你的入射的角度 那麼我反射出去 有什麼介面 這不就是我們撞球的時候 最常用的嗎 對不對 你要到哪邊去 所以你應該要怎麼樣入射 OK 我永遠記得每次講到這邊 一定要講一次 才受不了 我大二那一年的理論力學的 期中考跟期末考 期末考 就是考這個東西 它的題目就是三顆撞球 OK 同樣的球 請問一下你要打這一顆 我們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一二三 他在排在桌面上面 一二三 請問一下你要打什麼地方 用什麼力量來打 用什麼角度來打 導致我這一顆可以飛過來撞到它 OK 他所有的條件都給你 第一題 這叫第一題 第二題 你有什麼角度用什麼力量來打它 打哪一點 我這一顆可以這樣子過來撞它 只要撞到就跑 哇 每次考完試呢 大家只有一個分數 叫做零分 沒有人會做 哇 真慘 但是你看看 這個 這個都是同樣的嘛 你的目的在這邊 那你剛開始應該怎麼做 這是我們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看 假設 我們先用最簡單 OK 假設呢 這個是個什麼 五點上面 硬球 Hot Sphere Skater 假設是硬球 好那硬球那簡單嘛 我們就畫一顆硬球 勝射中心在這裡 對不對 那麼 假設我打進來是撞到這邊 撞到這個地方 那我這樣子打進來 他應該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要這樣散開 對不對 要這樣散開 所以假設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說 OK 這個叫做半徑大R 是不是大R 對 那假設我打進來的這個距離叫做B B 那麼 我的 這個角 就叫做 那麼你看一下 B 假設以這個來看的話 我把這個叫做R 那麼 B不就是大R 好 塵上Sine alpha 對不對 這第一點 但是我們感興趣的是 FIDA跟B的關係 那FIDA跟B有什麼關係 這個角度 角度都在這邊 它告訴你 FIDA就是你 Pi剪掉兩倍 這是幾個關係 哇 那就簡單了嘛 我們就把它帶進去 所以我們把第一 第二 好 第二個四字 帶到第一個四字 我們計算結果 馬上知道 B呢 會等於大R Sine Alpha嘛 所以Alpha移過來 這邊有Pi剪掉V打 然後再除以2 2分之Pi剪掉2分之V 對不對 這一看馬上就知道了 這個是什麼 Posine OK 那麼這樣一來呢 我們就可以推倒 我們感興趣的是 結果 跟開始有什麼關係 這是結果 開始是什麼 是它 所以B除以R的 Acosine 這邊2分之V打 成果裡面兩倍的 Acosine B除以R 我們就得到了 我們感興趣的這個 但是沒那麼簡單 因為這是硬球對硬球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有個要求 if B怎麼樣 小於等於大R 它才會有碰撞 假設我這個入射的呢 超過它的半徑 我只會削過去而已 對不對 那就沒有碰撞了 所以它一定要小於它才有 那假設B 大於大R呢 那就是0 咦 我們一下子就把這個結果算出來了 對不對 一下就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看起來蠻簡單的 但問題是這個只是一顆啊 我們真實的狀況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真實的狀況是一大堆打進去 好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用電子樹 我有可能發射一顆電子嗎 不容易啊 我已經發射一堆 我用光子來看 我會發射一顆S光嗎 我沒這個能耐 我已經發射一堆 假設我用中子來看 我會發射一顆中子嗎 不會了 我已經一坨了整個過去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面 我們要研究的是 這一坨一定有它的空間分布範圍 假設電子樹打過去 你也知道 電子樹跟電子樹當中是排斥力的 電子樹一直飛 只會越來越來越擴散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 這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把圖 稍稍微把它改善一下 我們這樣子來看 我畫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呢 請大家用藝術的這個 這個特質來示範 假設我從這邊打進來 有個病 但這個病呢 我現在先跨一個分 它這個病呢 其中一部分呢 是在這邊 假設 這樣子打完 假設這個是小面積 是這個椅子 是這個椅子 打過來之後 撞擊到我們這邊的整個球 之後它反彈了 反彈 我們要怎麼畫 我們該是畫 它呢 會從這個面積啊 還是以為我們要設定 還是以為我們要設定 優勢 還是以為我們要設定 還是以為我們要設定 優勢 我會呢 從這個面積 你有沒有 散射出去 散射出去 對不對 它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呢 一般呢 我不會這樣 我這個畫得不太好 我重畫一次 重畫一次 這畫得太糟糕了 因為是這樣打過來嘛 它一定是沿著這個招上面 它是對稱 所以我應該是這樣子畫 它一定是從這個面積 反射出去 我一定是從這個面積 OK 它一定是這邊 所以這樣一來呢 我們就來看看 我入射的是什麼 這個面積會等一下 這個看起來像極坐標嘛 對不對 極坐標 假設這個是B 這段是B 那麼這段不就底D嗎 它的面積是不是這個高度 稱它這個寬度 這個高度是什麼 底D嘛 這個呢 弧長是什麼 弧長是什麼 弧長是不是B D 這個叫什麼 放 對不對 它一定是這個 那這個會是什麼 這個會很簡單啊 比如說呢 這個呢會有這樣子 這個 這個叫做大 這個本來是一個半徑 那我們要算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有 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 這個的寬度 這個寬度 是不是在這邊掃描 假設這個是FIDA 假設這個是FIDA 這個一定是什麼 頂FIDA 所以它一定有個頂FIDA 還有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是什麼 這個對著FIDA角旋轉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這個半徑 SINFIDA就等於它 所以你要SINFIDA 對著FIDA 那你就得到了這個面積了 這兩個的關係 這個是入射進來的這個小面積 跟你散射出去 這個大的面積 當中 我定義一個叫做FIDA 那DFIDA就是這兩個的關係式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其中呢 這個DFIDA 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Differential Skaterine Cross Section OK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的一個截面 那麼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會跟誰有關係 當然就是把這兩個相處到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面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一定是 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就把兩個 通通把它丟進去嘛 你就會得到B Oversign FIDA Cross Section一定是正的 以B 以F 就會得到這樣 OK 那麼 假設我們把這個呢 叫做我們的 第一個式子 這個 這個 把它加做 第二式子 好我們來看看 假設按照這樣子 我們可不可以再把這個例子 繼續 繼續做下 Cross Sphere 我們可不可以繼續把它做下 看看它的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我們按照這邊來看的話 B 它現在已經給你一個值了 B是0R的cos 它也二分之C 對不對 這個是由那邊的嘛 好我們把這個叫做第三個圈圈的式 第三個圈圈的式 下面的解答叫做第四個圈圈的式 那這個是我們那邊第三個式子 所以我們把它把它帶進去 所以 以B 以F的 會等於什麼 負的二分之一 R cos 微分變Sine的二分之一 不過沒關係 在第二式裡面 我們要的是絕對值 所以這個符號我就可以把它弄掉 所以呢最後面呢 我們把第二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帶進來 抱歉 這個 尖尖挖虎的第二個式子帶進來 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 以Fida 會等於B 除以Sine Fida 絕對是的 以B 以Fida 經過計算之後呢 它會等於什麼樣子 B是等於R cos 二分之C 下面是Sine 以B 以Fida會等於 二分之一 大R的Sine 二分之一 整理完之後 你發覺它Cross Section等多少 四分之一的R平方 我們這個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得到的是R平方 R平方是什麼 大R是什麼 是這顆球的半徑 假設是硬球的半徑 假設你這樣打過來 以我這邊所感覺到的 它應當的總 Cross Section的面積是4PiR 就是它的 PiR平方 對不對 因為我這邊看到的是一個 結面的圓面積而已 但這邊只是告訴我們一個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那麼 我們要算全部的Cross Section呢 我們就Define 一個 叫做什麼 The Total Cross Section 我們怎麼定義它 我們把這個Define 對這整個的Omega 完全把它積分起來 這個叫做Total Cross Section 這個 我們就把它叫做這個D 就叫做Sick 記住 這個時候沒有像前面講這個小面積 叫做D 不一樣 所以這個叫做Total Cross Section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來算一下 在我們這個狀態下面 它Total Cross Section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1234至第5 所以呢 因為Sigma會等於Total Cross Section 對Omega的積分 那麼我們就把第5個式子帶進來 它會等於四分之一R平方 這是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那 比大Omega會等於什麼呢 我們先前算過 Sine Theta 比Theta 你發 你發覺 這個很特別的狀況是 它這個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理論上它應該要跟Theta有關係 就相當於這個地方 會跟Theta有關係 但是呢 這些硬球很特別 它算起來盡量跟大 跟Theta沒有關係 所以它這個是特例 OK 那特例假設擺在這個地方 它跟後面這Parameter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沉嘛 沉完之後 Omega一個球的總面積是什麼 4πR平方 所以你會得到四分之一R平方 後面整個積分 後面整個積分叫做4πR平方 不不不4π4π4π 抱歉 立體腳 偷偷立體腳會等於4 所以你看4跟4殺掉 結果等於多少 πR平方 那果真 對這個硬球而言 我的這個散射面積 總散射面積 就是我這樣看到它的有效面積 有效面積就是 這個球的切一半的面積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它一樣 半斤是R就是排阿 我們真正的狀況是什麼 是我們這邊有一坨的東西在前進 一坨的東西在前進的時候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打進來的這個東西 單位面積 單位時間 穿過去了幾顆 因為你只能夠這樣偵測 你不是一顆一顆打 一顆一顆看 你是一坨的東西打過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了解一下 我們真正實驗上會遭遇到 我們把一些整理的 稍作為放在這個地方 OK 我們把這個 一個 入色的 跟散射 當中的 這個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形成這樣 這個稱作為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這個稱作為Total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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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OK 這個就是我們幾個定義 對不對 那麼 假如說我們現在來定義幾個 第一個 L 大L 它要定義的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 入色的 入色顆粒的 數目 哪一個數目 單位面積 單位時間 的確明 這是我們入色 OK 那我們來看看 假設入色一個面積呢 就是 the particle the particle 所以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 per unit 單位時間 穿過的幾顆呢 我們怎麼定義 這叫底案 當然就是 L Sigma就好 對不對 因為L代表的是什麼 單位面積 單位時間所 進入的 particle number 那你面積多少 沉進來 就等於現在穿過去 它來 那我們又知道 D Sigma 會等於什麼 D Sigma 根據定義呢 會等於 大D的Theta 乘上DL OK 我們會等於這個樣子 所以這樣一來呢 馬上就告訴我們 D Theta 我們所想知道的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就會是大L分之一 DN D O 所以說假設你要知道這個 這個才是我們可以量測的一個方式 為什麼呢 D Omega OverDN 代表什麼意思 就單位立體角 所散射出來的顆粒素 單位立體角 所散射出來的顆粒素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你有散射幾顆粒素 你怎麼知道 你當然要有偵測器啦 偵測器要是擺在這個位置上 偵測器本身有個面積 你只要知道這個面積 知道你距離散射中心點的距離 你就可以計算 這個DETECTOR 本身的立體角的大小 然後你就可以偵測 你接受到幾顆粒素 對不對 因為你入射的粒素 你知道嗎 你要是說入射的粒素 你知道每秒鐘是一億顆 OK 它就像一直不斷的入射 然後你來偵測 你這邊所得到的 到底散射的幾顆 我就說好 我的立體角固定了 因為我DETECTOR的大小固定了 我距離樣品的角度 距離通通都知道 所以我知道它立體角了 然後我現在取 比如說 五秒鐘 那我只看這五秒鐘真的 可以說 因為我知道五秒鐘 進來了幾顆 散射到這邊有幾顆 這個是不是進來的 這個是不是你真知道的 你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這個就是什麼 跟我們實驗有關係的 所以DIFERENTIAL 把PRESSION的一個算法 所以我把這個呢 寫在這個地方 OK 這樣子就可以 那其中呢 有幾個一定要定義 L呢 本身是NUMBER OF PARTICULES PER UNIT ARIO PER UNIT TIME OK 那什麼叫做DN DN很重要的是 這個呢 乘上D-SIGNAL 也就是穿過這個小面積 上面的顆粒 只是換算到後來呢 我可以變成的 我DETECT 所偵測到的這個顆粒 OK 好 那麼 在我們的理論力學裡面呢 我們就有 真正的計算這個 假設是兩顆帶電量 比如說我進來的這個 我打到的這一顆 這一顆呢是Q2 那你知道這兩個當中有 酷能排滋力嗎 所以你一打的時候呢 它就會偏轉 對不對 所以呢 假設是在我們 以前所講的這個CASE裡面呢 那麼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incident particle of charge Q1 OK And 它具有一個動能 叫做E 它受到一個什麼 它受到一個什麼 一顆粒子的散射 一個很重的 靜止的 particle 的散射 這個particle呢 它有個Charge 就是Q2 OK 請問一下 我從B打進去 假設是單顆 它這邊散射出來的角度 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A呢 的一個計算 你會很快的 就可以得到 Q1 Q2 除以 8π 5x1 or tangent 2分之3 OK 這個呢 以前呢 已經算過了 所以我們直接就把這個解關 一旦知道這個 我們馬上就可以用B 再來計算 我們這個d theta OK d theta就會d sigma over d omega OK 根據我們先前的這個算法呢 它就會等於這個 inc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我們這樣計算的結果 以θ 不然那是inc 你就可以得到 16π 0 1 sin 平方 2分之θ 對 對 也就是說這時候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它所看到的呢 是很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B是固定的 我這樣打進來 就我在每個地方所看到的散射的 出去的結果不一樣 你的地打改變的時候呢 我這邊就要跟著改變 對不對 那但是好玩的是 你來計算它的 total cross section 你發覺它的無窮檔 你把它記入去 這當然 因為呢 我們的電 核的排斥力 電核的吸引力 這個電的作用力 靜電力是無窮遠的 它是跟具體平方層蠻比 但沒有說到了什麼地步就等於0 並沒有這樣子 OK 所以呢 你基本上 好美 OK 所以呢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 講到這個地方 都是補典 對不對 我們待會呢 就開始來講一點點 量子力學的概念 好 在我們講之前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好 讓大家下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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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